老头拿出一根别针 用他把脖子后面多余的肉给绑在一起 只为了重返18岁 最后又把牙齿涂上80层白色乳胶漆 再把自己的眼睛抠出来 换成蓝色忧郁的王子专用蓝色 为了能让自己心动的女神看上自己 老头做出了更可怕的事情 他把自己100年没有洗的臭脚丫子 用电错磨平 再把脚皮吹掉后 又粘上了一滴就能粘死一头大象的强力胶 扑在了耳朵上 静静等待7个小时后 就这么喀巴一把 我的妈呀 连头发根都给拔了下来 随后又为了装成小白脸 把自己的脸拍上千层厚的粉面子 再把眉毛修剪一下 连头胡子染成黑色 更为了口气清新 他不仅把自己的蛀牙给剧掉了 还喝了一吨的香水 最后再搁搁皮毛 把腰勒成小鲜肉 哎 假发这么一戴 哇塞 好像很惊艳的感觉 但自己这驼背怎么办 于是聪明的他 把两根电线这么一练接 下一秒 直接就治好了腰间盘 脊椎刚是立马就被拉高了十米 妈呀 这也太帅了吧 还顺利的赢得了女神的欢心 老头伪装的真是天衣无缝 可再狡猾的狐狸 也有露馅的时候 女神邀请老头去海边 这下惨了 还没浪漫几步 那老妖就喀巴下 受不了了 于是便提议带女孩去兜风 这下更惨了 就在两个人欣赏一路风景时 女孩一个喷嚏 就把面膜呼到了车上 妈呀 原来女孩也是个伪装高手 这个把老头吓懵了 还直接掉进了沟里 他不容易捡回了条小命 结果老头的别人也勾不住了 不痛 他也露出了原形 本来老头是想占点便宜 这下好了 便宜大妈了 真是太高笑了 女人的嘴里露出一串求救信号 可近是800度的牙医 却没有看清 医生赶紧去拿自己的眼睛 结果却被家暴男发现了异常 他强行让女人张嘴 否则就给他好看 幸好女人把纸条吞进了肚子里 就在男人要发火时 医生及时赶了回来 刚要准备看牙 却又被助理叫住 有急事 女孩一看没机会 就趁机偷偷拿走了医生的一支笔 随后又趁着男人打电话 悄悄拿走了一张纸 便写下求救信号 最后又喝了一口沸水 等到牙医再次回来 女人一口水吐到了医生的脸上 便赶紧递上纸巾 可医生根本没有看到上面有字 就直接丢进了垃圾桶里 着急的女人更着急了 赶紧用手势写给医生看 但他就是看不懂 还在解释牙的问题 这时心里有鬼的男人特别的心虚 贾姐问修牙需要多少钱 实则是露出凶器 好让医生闭嘴 愚钝的医生顿时好像打通了七经八卖 瞬间明白了一切 女人刚才的动作是在跟自己求助 于是由贾姐去拿价格表 通知自己的助理赶快报警 并回了安慰女孩叫她放心 可狡猾的男人还是发现了端倪 她立马决定不给女人治了 还要强行让她离开这里 为了拖延时间 女人假装自己牙疼的厉害 实在走不动了 牙医建议她拿些牙疼的药 随后直接就把这个可恶的家暴男 推进了一间杂物街里 垃圾就得住在处理垃圾的地方 气疯了的男人疯了似的想要踹开大门 幸好佛波罗及时赶到 还一把擒住了男人 等到渣男再次想威胁女人时 女人的选择是不再逃避 而是学会了拿起法律的武器去保护自己 女孩轻轻撩起裙子 露出腿上显眼的求救信号 可能老师却近视900来度 根本没有看清 于是女孩又撕下了视镜的一脚 偷偷写上一串求救信号 再次丢到了地上 因为她的身后正有个伪装称学生的人贩子 在挟持她 这次小纸团终于被老师发现了 这下可有救了 可能老师却觉得这是同学们在传递答案 谭不屑的丢进了垃圾桶里 老师警告同学们不要有小动作 否则将不会毕业 女孩顿时陷入了绝望 可就在老师四处巡查时 女孩又找到了机会 她将自己的笔故意丢到了地上 这次老师终于发现了异常 原来后座的男孩是个危险人物 但他并没有声张 而是悄悄离开了教室 并找到自己的同事 请求他去帮女孩报警 更为了能通知女孩这件事 他特意拿走了同事手上的水 回到教室后 立马走到女孩的身旁 故意将水洒到女孩的圈子上 假接帮女孩换了新卷子的时机 将以报警通知给了女孩 并叫女孩放心 可人贩子也发现了异常 他叫女孩最好安分点 否则就给她好看 为了全班同学的安危 老师通知大家可以提亲交卷 被以为只要等到福波罗来 大家就安全了 可万万没想到 更大的危险也正在悄悄来临 因为福波罗还没来 发现异常的人贩子 就要强行带走女孩 但老师却把他们交上来的卷子 全部给撕了 并以卷子太乱 要求他们重做 人贩子顿时怒了 还警告老师不要干涉自己 并要立刻马上带走女孩 就被老师一把拦住 下一秒 人贩子就逃出了枪 厮守中又不小心 重伤了男老师 小豪佛波罗及时赶到 但不幸的是 女孩也再次被挟持成了人质 还扬言不放了自己 就会立马杀掉女孩 危机时刻 男老师拿起了地上的笔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狠狠扎进了人贩子的大腿 终于女孩被救了下来 真是位伟大的老师 这是个奇葩的房间 所有的门都被安上了闸道 只要能在这里生活十天 并且记录下来 就会获得奖金一千万 可小帅第一天就遇到了难题 因为屋里零下四十度 不开空调会被冻死 但空调的扬控器 却在另一个屋子 小帅只能穿过闸刀 才能拿到 但那闸刀虚铁如泥 没办法 为了活着 他只能硬创 幸好他动作足够迅速 他能怎么按都打不开空调 原来是里面没有电池 小帅不得不再次穿过闸刀 于是他一个闪现 差点没把脸给卡吐了皮了 好不容易穿了过去 结果却发现 电池只有一块 唯一的办法就是 从别的遥控器里 抠下了一块 这次他好像有了经验 出榴梦下就钻了过去 遥控器是通电了 却发现 空调的电源没插 没办法 小帅只能再次穿过闸刀 终于他把电插了上去 这下好了 就差记录视频了 这一千万就到手了 可万万没想到 摄像机还没电了 电气又在另一个房间里 这游戏是卡了八个宝 小帅拼了 他再次穿过闸刀 只要拿到电池 就大功告成了 结果这次 他却一激动的 摔了个大脚 电池也直接就飞了出去 下一秒 完了 这下任务是完不成了 所以不是你的东西 可千万不要强求 小帅只能失望的 赶紧回家泡澡 结果水凉了 人家就用灭火器给水加热 手机玩累了 就不要来桌子和电脑 在浴缸里打游戏 更可怕的是 游戏玩累了 小帅就拿来红酒 边喝边欣赏外面的风景 妈呀 这咋还在飞机上 你觉得飞机上能泡澡吗 从少林寺出来的狗子 究竟有多厉害 铁沙掌 可以瞬间将骨头大卸八块 铁头弓 可以将三层带铁的硬核压扁 他们的移动速度 比滚筒袭击还要快 这只科技是最卖力气的 他不仅要举杠铃腹肌 还要练平衡能力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复仇 因为就在几天前 他被自己的亲兄弟背叛 推下万米高桥 你很难想到 这是一场宫斗 皮屁是丈夫送给女王的礼物 也是一只把卖萌用到极致的狗子 他会这样 也会这样 所以很顺利的 就成为了女王最宠爱的狗子 而女王不在的时候 猖狂的皮屁就会做醉狗的事情 拉爸爸找最干净的地毯 拉完还要蹭蹭屁股 下雨天 别的狗狗都躲雨 他非要出去玩 哎 就是玩 尽管这么皮 女王还是将他封为皇家一等犬 很快皮屁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而女王为他安排的 也是一个特别皇家贵族的小母狗 不过又胖又丑 这个胖妞打凉了一番皮屁 又在他身上闻了闻 嗯 对 就是这个味儿 嗯 就是你了 于是皮屁就被洗巴洗巴 拖进了婚房 女王还温馨的换了粉色小灯 皮屁看着如狼似虎的胖妞 吓个半死 而胖妞一把就把皮屁拽进了车里 看着小车晃得如此剧烈 估计狗命不保 突然皮屁从车里窜了出来 却又被胖妞抓住 胖妞说你越挣扎我就越激动 吓得皮屁疯狂逃窜 胖妞也是拼命的追 就在马上要追到时 皮屁直接咬到了小浦的命根子 这虽然伤害不大 但吴鲁西极强呀 小浦怒了 直接扭头就走 这次是真的惹怒了女王 大壮借机想要赶走皮屁 还说主动要帮皮屁找另一个女王来爱她 于是两人趁夜黑 想要偷偷逃跑 大壮还叫皮屁摘下皇家一等拳的项圈 慌乱的皮屁相信了大壮 他逃到一处大桥时 大壮就露出了心机狗的一面 原来他早就嫉妒皮屁 恨不得他马上消失 于是大壮将皮屁推下了高桥 来到了一家动物收容所里 这里到处是被丢弃的狗子 这家收容所可不一般 娱乐项目竟是拳击比赛 还有动人的大漂亮 金发碧眼大长腿 简直就是皮屁的梦中情人 可大漂亮却是大哥的女人 皮屁也顾不了那么多 就直接上去表白 大漂亮根本不理他 但当他看见画报时 他惊讶的发现皮屁竟然是皇家一等拳 哇哦 这个绿茶瞬间变脸 可这时候的女王已经在帮皮屁举办葬礼了 不知道绿茶知道会不会吐血 大哥健壮 这怎么能忍 直接宣战 为了带走大漂亮 皮屁开始疯狂的训练 一群对大哥不满的众多队友 也纷纷的来帮助皮屁训练 他们用石头训练他的臂力 用球体训练他的平衡能力 更是有佛山无影角 沙包式的还我票票拳 还在洗衣机里体验速度与激情 很快就到了决战的日子 皮屁利用自己的娇小 在管道里遛狗 但还是被大哥抓住 果然一切训练都被皮屁干了饭 大哥要把他扔进火炉里 还好大漂亮及时关闭了电源 巨大的响声引来了管理员 于是皮屁逃过一劫 眼看这样不行 大家决定帮助皮屁逃跑 你绝对不会猜到 狗子是怎么越狱的 一直拥有谁都欠他钱表情的狗子 把铁锹踢翻 推到黑狗笼子里 然后拉下一旁的绳子 站到铁锹上 随着黑狗的助力 狗子跳到了门把手上 拉下门闸 狗子们就跑了出来 皮屁也带着大漂亮来到了宫殿 就发现女王要加冕大壮 为皇家一等犬 原来皮屁逃跑的第二天 大壮不止了皮屁被狐狸吃掉的假象 还在皮屁的葬礼上大哭 女王看见大壮和自己一样怀念皮屁 就封他为皇家一等犬 好一只新机构啊 就在大壮精心打扮 准备去加冕时 皮屁竟突然出现 大壮用玩具暗算了他们 还打算烧死俩人 皮屁为了救大漂亮 放弃了逃生的机会 大漂亮火速喊来其他队友 机智的队友用大水管撒水枪 外加火箭筒灭火器 一顿疯狂输出后救出了皮屁 女王也再一次看见了心爱的皮屁 而皮屁却将项圈送给了大壮 主动放弃了皇家一等犬的荣誉 故事的最后 皮屁的一群伙伴都筑进了皇宫 过上了幸福生活 而身为皇家一等犬的大壮 却履行他的职责 被娇妻带走 远嫁他国 真是没有最惨 只有更惨 这是个可怕的世界 所有男人的头都是插头 而女人的头又都是插座 更可怕的是 所有的插头 必须在22岁之前 找到合适的插座 否则就必死 男人已经21岁了 很显然这个插座不适合自己 于是他每天都会去 插座最多的地方寻找 可这天 他却一眼就看上了 这里的餐厅服务员 可他的插座和自己的 却一点不匹配 这可能就是他的宿命 即使非常喜欢 他也只能选择最合适的 所以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女神离开 失望了他不得不每天去挤公交车 可就是挤了一万年 也没有一个合适的 男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 又来到酒吧里找 好不容易又看上了一个女孩 可女孩只是看了一眼他的脸 就赶紧失望的低下了头 这下男人更失望了 实在没有办法 男人只能去相亲网站上去找 很快就在网站上找到了一个 看着非常匹配的女孩 还相约在天堂见面 只见女孩优雅的向男生走来 居然真的完全匹配 男人终于找到了女朋友 那如果是你 你是选择自己最喜欢的相伴一生 还是选择和自己最合适的呢 男人耗下一根鼻毛 听到一声凄惨的叫声后 这份年薪千万的工作 就算打卡成功 而他每天的任务是 饲养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小人 只见一个男人把领取的盒子 轻轻放到了桌子上 然后在盖上盖子后 一个小人就从里面专了出来 小人开始手无足蹈的 证明自己很健康 于是男人就把情况 报告给了老板 老板很是满意 但如果小人不停地敲脑袋 或者动作怪异 那么男人不仅要通知老板 还要被痛骂一顿 直到这天 男人吃了份世界上最美味的三明治 这可把小红人给馋坏了 于是他在非工作的状态下 想偷尝禁果 而男人也不是个小气的人 当即就撕下了一块 送给了小红人 这下可惨了 小红人还没吃两口 就直接嘎了 男人都被吓坏了 要是被老板发现 这份工资又高又体面的工作 可就没了 于是男人赶紧用自己所有的积蓄 又偷偷买了个盒子 他把盖子盖上后 果然又出现了个小绿人 男人可下放松了下来 随后又把小红人的盒子 连筒里面的东西 全部丢进了垃圾桶里 原来看似简单清闲的工作 却藏着致命的危险 为了不被人发现 男人用一张纸盖到了小人的身上 直到下班 在拔完鼻毛后 他才把小人放进兜里 随后又把他塞进地铁的座位里面 神不知鬼不觉的处理掉 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 那些小人并不是人 而是小机器人而已 每天打卡的那个鼻毛 也正是老板的 因为不想自己拔 所以设置了这项 既简单又容易犯错的工作 但凡出错 他们会尽力维护体面的工作 而去高价购买一个盒子 这样老板就不用花一分钱 就获得了免费的劳动力 不得不说 这个老板真是个老六